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弥加书的灵修 已经到了第六章了 那么第六章有一段经文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待会我相信读到这段经文 我们一定很多共鸣 那么第六章是讲什么呢 我们先来读第一节第二节 就更加清楚了 以色列人啊 当听耶和华的话 要起来向山岭争辩 使刚临听你的话 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 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 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 与以色列争论 这里是讲一个主题叫做争辩 谁跟谁争辩呢 上帝跟他的百姓 就是神跟百姓争辩 那这有什么好争辩的呢 有 那就是前几集我们已经说了 这个时候了 这些百姓啊 其实是在一个非常不公义的社会中生活的 他们制造了不公义 行出了不公义 这些领袖加上假先知彼此的勾结 使得这个社会不公义非常动荡 于是百姓的主那就是上帝了 要跟他们争辩 争辩什么呢 第三节开始啊 一直到第五节 各位一看就知道了 讲什么呢 上帝回顾过去对这一群百姓的救恩 那是距离弥迦先知几百年前的事 出埃及的时候 上帝怎么拯救你们的先祖 当然了 没有先祖就不会有你们现在了 第二也提到旷野的时候 上帝是怎么样眷顾他们的先祖 用这样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证实 上帝是慈爱的 是公义的 是关顾他们的 只不过现在百姓离弃上帝了 那么就好像辩论的双方了 这一边讲到上帝的慈爱 这一边呢 当然就是百姓的背叛嘛 所以第六到第八节 就讲出了在这个辩论之中 上帝重要的论述了 让我们来读这几节经文 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 当献上什么呢 岂可献一岁的牛肚为番祭吗 耶和华其喜悦千千的公羊 或是万万的游和吗 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 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 世人啊 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于是在这个争辩的前提之下 弥加就用一个假设的问题 就是那我现在献祭了 来敬拜上帝吧 那我就用一岁的公流献番祭吧 这是弥加模拟百姓的回应写下来的 但是弥加先知非常清楚的 做了以下的宣告 那就是难道上帝等着人家献祭吗 献千千的公流万万的游和吗 没有上帝什么都有 难道上帝是期待这些祭物吗 不是的 那上帝期待的是什么呢 于是就引入大家很熟悉的第八节了 世人啊 上帝所期待的是什么呢 行公义 好联名 纯谦卑的心 与你的上帝同行 这才是上帝所期待的祭物 意思就是说 不是物质上献多少 而是一个悔改的心 行公义 在这个不公义的社会里面 献上祭物多少 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行为上 有没有遵照上帝公义的教训而行 好联名 那就是在这个社会里面 多少人需要 关顾和联名的 当一个人愿意行出上帝的公义 公义是上帝的属性 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愿意遵行上帝的属性 而行 行出公义 自然就会看到 需要被联名的群体 这两者是彼此相关的 不行公义的人 大概也很难看见 怜悯的心 有时候我们觉得 这两者好像是对立 其实没有对立 因为这两者都是上帝的属性 一个愿意真正归回上帝的人 一定一方面有公义 一方面也有怜悯 不止如此 有了上帝的属性 当然就与上帝同行 不过与上帝同行 不是骄傲的 以为我好厉害 而是要纯谦卑的心 弥迦先知在这里指出了当时社会最关键性的错误 也指出了当时的社会要如何重新对焦 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行公义 好联名 纯谦卑的心 与上帝同行 讲完了这个呢 第九到第十三节 就指出了当时一些非常具体的 不公义的作为 那就是两种砝码 两种砝码你可以说真实的 商业上的欺诈行为了 是吧 两个砝码 有时候卖贵 有时候卖便宜 等等 或者说便宜的卖成贵的 等等 欺骗别人 不过两个砝码 这个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 那就是 凡是不按公义公平的原则行事 我们都可以说两种砝码 不一定是商业行为 在司法上 在这个政治的体系上 在做人处事的抉择上 凡是不公正 不公义 我们都可以用两种砝码 这一个比喻去描写 那当时的社会的的确确 经济行为上是不公义的 不公平的 当然有两种砝码了 但是其他方面也充满着 这一个问题 所以 弥迦先知指出来了 当时的社会处境 竟然如此 当时上帝的百姓 上帝的子民 行事为人 竟然是如此 于是到了十四 直到十六节 百姓竟然这样敌对上帝 上帝的审判就来了 这里非常清楚 各位一看经文就明白了 这个审判就是 他们在各方面的缺乏 人以为行不公义的事情 自己就贪了便宜 两种砝码多赚钱 但事实上上帝高高在上 其实见察一切 对他子民所做的一切 难道不知道吗 所以我们以为占便宜 多得了一些东西 其实从上帝的眼光看 子民却要遇到刀剑之害 那就是讲战争了 不只如此 啥种没有收获 种葡萄树却得不到葡萄酒 意思就是劳力并没有办法 得到应该有的收成 我们真是应该看看吧 主的话语告诉我们 我们以为不公义 以为这样可以自己多得 其实反而违反了上帝的旨意 真正的下场是动乱和损失 聪明的读者们 聪明的弟兄姐妹们 这个原则其实在末世教会时代 也一样的准确 那就是在属灵的原则上 逃主喜悦 走主道路的人 才是最蒙福的人 愿主借着弥加书第六章 提醒我们 行公义 好联名 纯谦卑的心 与上帝同行 这就是一个蒙福的人生 愿主祝福你 平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